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本节目由富方阿娇江江独家冠名播出 富方阿娇江江气血栓鼓 三十九年品质宝藏 幸福账单专属作家 由吉利远景家族提供 人生第一步 幸福不止步 我是迅宝 我是月宝 我是公宝 我们是幸福三宝 来吧 赶快有请今天的第一位 爆炸人 好 你好 我把哈拉带来了 带来我们来自内蒙古的祝福 向你们收下 谢谢 好 三位诺 三位诺诺 你好 请吉祥 谢谢 认识一下你是 大家好 我是来自内蒙古 和河浩特的人 我叫白硕 是一名教师 我以为你是一名学生 像学生 是吧 好年轻 是啊 也是刚刚参加工作吧 是不是 对 你给大家上什么课 音乐课 音乐课 对 那你第一次上课的情景 回味一下 第一次上课的时候 就是进来以后 当时我就说 同学们好 忽然大家就齐力 然后跟我聚工说 老师好 然后我当时 哇 其实是比较震惊的 然后我就是安抚了一下 然后我就 就安抚一下自己 对 安抚一下自己 你给多大的孩子上课 当时是在高中 高中是 我觉得你看着像个高中生 而且高中生要淘气气来 特别是男生 正好男生的叛逆期 对 十七八嘛 是吧 没有欺负老师的 欺负 对 这么年轻的老师 又是漂亮的女老师 对 你要没点学招 孩子们不服气的 你怎么治他们 你说说 就是要跟他们成为好朋友 拿好吃的贿赂他们 然后就是跟班里面有一些 他们比较淘气的 比如说孩子王啊什么的 在班里面说话还是比较有分量 当时就是想办法 来 小明 你过来一下 如果你做我的课代表的话 给你一些优待 最好记的 对 行贼先天王 对 然后他就会替我管学生 那作为音乐老师 你会有独特的方式 让大家能够感受音乐真正的快乐 我当时就是用自己的方式 把流行音乐跟古典音乐 民族音乐也结合在了一起 然后这样子给学生们讲的时候 他们会首先 以他们喜欢的这种流行音乐 来引导 然后再讲述我的这种古典音乐 掺杂进去给他们讲 给我们再献一下课堂的场景 好不好 这个是我上课的时候 给他们用到的道具 然后就会拿一些小吃 谁来过来表演一段啊 那我就会给他们奖励 小吃吃 然后他们就会很踊跃地上来 比如说你给大家演奏一段 就是说如果简单的可以 拍一段啊 或者是唱首歌 期待着你的回来 我的小宝贝 期待着你的拥抱 我的小宝贝 其实他们对这种 摸到手里面的乐器 就会比较书本上看到的要兴奋多了 引发他们的兴趣 对教育乐 你这不也是高中生吗 我是高中生 对啊 老师啊 老师 但是我是比较喜欢 Rap的高中生 你可以跟上我的节奏吗 没问题 老师用这个民族乐器 让他唱一段Rap 这个民族乐器 马上就有现代感 对对对 那你这个大羊歌呢 你给我吐出来 你还没唱呢 你吃什么呀 民歌 民歌 吐出来 快 哇啦啦啦的黄河水 日夜向东流 这个老师跟你跟着连滚带爬了 真的 老师看你 什么时候唱着 有点闪 我这是散牌 其实一个班里 孩子们喜欢的东西都不一样 对 如果就是老师能够因材诗教 喜欢RAP的 咱们用摇滚的方式 喜欢民族的 我们用更加就是民族的方式 喜欢戏曲的 按更加戏曲的方式 对 更加喜欢这样的讲述方法 你告诉我你今天的账单是什么 我今天的账单是 进修费六千八百元 然后希望我能把更好的东西 带给我的学生 好的 寻找更好的方法 加油啦 加油 六十秒倒计时准备 三 二 下天下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亚生的亚生的不能告诉你 就在就在秋天的梦里 我又遇见你 多甜蜜多甜蜜 才能忘记 不能忘记你 把你写在日记里 不能忘记你 心里想的还是你 浪漫的夏季 还有浪漫的一个你 陪我一个分红的回忆 在一瞬间 有一百万个可能 该向前走 或者继续等 这冬夜里 有百万个不确定 渐入深夜 或期盼天明 远空的泪 一如冰零 且尽冷 冲雪花吹 这一瞬间 有一百万个可能 过尽眼泪 或面对寒冷 恭喜你一百六十秒的挑战时间 为你加油 再次劝一下账单金额吧 多少钱 六千八百元的进修费用 好的 选海信空调为幸福买单 如果你挑战成功的话 将会获得海信舒适变频空调 提供的幸福基金 如果失败了 也会获得有海信舒适变频空调 提供的幸福礼品 来吧 幸福挑战区 加油 来吧 来自内蒙古的姑娘白鹤 将进入挑战了 我们为她加油了 三 二 一 挑战开始 一 二 三 遗憾的宣布账单只能取消了 各位 接下来账单分享时刻 六千八百元的账单 拿出你的手机才与我们的摇摇活动 可能就属于电视机前的女孩 还在等什么呢 赶紧一起摇起来吧 幸福正单 欢迎下一位抱账人 打了电话笑了 感觉越来越好 家庭桌的收入高了 工作越来越好 找你记得像个活的 心情越来越好 水更烂的水更清了 欢喜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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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来越好 来 来 来 越来越好 来 来 来 幸福的笑容 天天挂眉上 越来越好 海海 老海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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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我真好 好高兴 你俩在一起就是星室炒鸡蛋组合 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吧 我们是每期都看 只要是到了点播 我们就全家都坐在那儿看电视 特别准时 对对对 真的 特取消 来 这样 告诉我你是谁 大家好 我叫李志华 来自山东文芳 是一家食品厂的工人 你这么开心 是不是因为你特幸福啊过的 我特幸福 因为我爱唱歌嘛 就是怎么说呢 我老公又非常支持我 我特别高兴 你特别高兴 对 怎么支持你呢 说说 我老公吧 他是为了我这个唱歌嘛 他就给我花了一千三百块钱 买了一个这么大小的一个户外音箱 他就每天下了门以后 只要是有时间 他就给我拉着音箱 他给我拉着 都是他给我拉着音箱 领着我闺女啊 然后我们就上郊外 上麻洛牙子上去连歌 带着闺女带着老公 老公拉着音箱 对 助理好啊 不用花钱 你跟老公结婚多长时间了呢 到现在的话结婚快二十年了 快二十年了 二十年了 对 你们俩是怎么走到一块呢 跟我们说说 这个说起来花转了 因为我和老公呢是闪婚 当时在我们那个年代呢 是闪婚是非常少的 我跟我老公是 从认识到结婚就是二十天 我的天哪 认识到结婚 从认识到结婚 就二十天就结婚了 怎么认识的呢 我们是在医院认识的 我俩 在医院认识不用这么高兴 你是医院的 不是 你是食品场的呀 对呀 因为是这样 我同事是逛街的时候 让出租车给碰了 然后在外面派我 到医院去给我同事赔床 然后就是我老公 他在外面的司机呢 开着车出去 把行人给碰了 他也去陪房 对 也是去陪床 两陪床呢 对 俩陪床的 就这样在医院认识了 俩陪床的陪着陪着 就等于结婚 伴郎伴娘在一起了 俩陪床的这我们明白了 然后怎么就在医院里就好上了呢 可能是 你还好吗 可能是他就是见我第一次的时候 可能他就看上我了 当时是医院就是有个规定 十点半以前查房 就是十点半以后开门 所有的陪护人员都在走廊外边 等着 那天早上我去的时候呢 我就看他自己在那个走廊外边的 没可能跟那护士再说 说是你让我进去吗 我的病人自己在里面 他说我不放心啊 那个护士也不让他进吗 人家有规定肯定不让他进 但是他一回头 看着我在那站着呢 他就不跟那护士说话了 他就找茬儿跟我说话 那我先不用进去了 我忙着前别的事 一开始吧 他是就是约我吃饭嘛 我不去 约了我好几次 我心里我也不认识你 你约我出去我肯定不去啊 因为我那个同事 还跟我说 你看这个人怎么又来找你 他说那个 那个什么 你注意点别上当啊 后来他不死心嘛 他又去找我 找了我好几次 我说是给他个面子吧 我就去一次 去了以后 我们就是在街上的小饭馆 吃了一个水饺 然后炒了个土豆丝 我们就简单地把饭吃了 吃一顿饭 然后他说 咱们上街去溜达溜达吧 我也没多想 我说行 反正溜达就溜达呗 一步一步就入套 然后溜达到他家没口了 他跟我说 你看到我家了 然后上家去坐坐吧 当时把我被蒙了 我说是那个 怎么还到他家没口了呢 这就是世界安排号 我说你说我是上啊 还是不上去呢 后来嘛 他说是那个什么 反正是爸妈也在家 他说是你上去玩一会儿 然后我就把你送回去啊 他爸妈在家 在家在家 那确认了哈 对 那个我就很忍心 我就一段脚 要呀我这上去了 就去了 去了以后就这么 稀里糊涂把公公朋友给见了 因为我上他家的时候嘛 他就在装新房子嘛 然后他说是 你看顶棚我还窗一个灯 你去给我看个灯吧 他就说你看哪个好 什么样的好 就去看灯去了 去看灯去了 我没多想 那时候我很单纯 那时候二十出头 去了就是走到我们围坊 就是有一间浑纱影楼嘛 他说是反正买灯 咱也晚不了 咱去上浑纱影楼去看看去 我说行 没想到呢 我去了进去以后呢 那个那个就是那服务员嘛 就一通接受 这个偷餐 那个偷餐也接受嘛 我都想说 要不咱也拍一套吧 你看你长得也挺漂亮 那时候我也瘦呢 也没这么胖 就拍了 就这么稀里糊的 把婚纱照给拍了 不是 你是不好意思回绝呀 还是 那小伙子真有好感 肯定是有好感 对不对 咋想的 因为是怎么着呢 这个事 是因为我 就是第一次上他家嘛 他不是邀我上他家嘛 上他家 他说给我拿了一个报纸 他给我看 因为是那个报纸嘛 我一看都发黄了 那个报纸 我看了看嘛 我就是瞪了他一个 在我们围方 就是救了一个泥水的小孩 建勇为 对 他登了报纸嘛 他给我拿出来看嘛 当时我想 这个人也挺靠谱 他对外人都这么好呢 那建勇为能救别人 是不是 对我 对家里的人 对我肯定以后也错不了 然后也没多想 然后就领证 就把婚结了嘛 什么叫好人有好报 对 而且山东人吧 就觉得仗义 然后实诚 对 人讲诚信 这是最重要的 对 他就是这个人嘛 就是非常诚实 他今天陪你来了吗 来了来了 我能见见你爱人吗 来了 来了 你好 你好 来来来来 先介绍一下你 我叫叶红生 来自山东生 为方氏 我是李志华的老公啊 和这话说的特别自豪 我是老公啊 我二十天取到假点 我能多问你一句吗 你这二十多天 你是把媳妇 你是觉得是骗到手的呢 你是一步一步怎么安排 是不是提前 其实都想好了 就整个这一套了 是不是 这是有点冤枉啊 其实刚才美女姐姐 她说的是对的 是咱们就是应该 这个做好人 对 再一个呢就是说 追女孩必须要脸皮护的 这个一次不行 咱又来两次 两次不行呢 咱又来这个三次 这一点非常重要啊 还有一个呢 就是你要舍得下这个血本啊 那一顿饺子也没多少钱呢 但是在我们围房那边 当时拍那个婚纱照 一次就花了我三千多块钱呢 二十年前三千啊 那时候你每月的工资多少钱 当时我一个月工资啊 才五百块钱 半年啊 多少天娶回家 这不那么重要 对 关键是二十年在一块 如一日 还能这么宠爱 然后支持 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一件事 确实她非常非常支持我唱歌 那今天来到这儿 是报张什么样的账单呢 因为是她是跑销售的嘛 就是为了她工作方便 我想给她报一个笔记本电脑 明白了 她替你着想 你也替她着想 对对对 接下来把你的歌声留在这个舞台上 看你的笑声 你的歌声能不能感染我们 好 好 加油 好不好 行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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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秒倒计时准备 三二 水浪篮水浪篮水浪篮 山清清山清清 鲜花打扮我们青春的前衣 啊 星红« stories try to watch that 满在那年轻的手中 让美丽的心情爱曾 spé 化作风力 你双眼睛一望风景 一张笑脸 一个黎明 天天都要 美丽的心悲情 一百六十秒的挑战时间 再次学一下赵丹金罗多少钱呢 是给我老公 报的一个笔记本电脑 三千七百块钱 三千七百元笔记本电脑 加油 带着你的笑声 好 谢谢 李志华大姐派出的是自己的老公 这么艰苦的事 当然的老公来了 来吧 交通考令 三 二 一 开始 太遗憾了 非常遗憾地宣布李志华的账单取消 好了 现在是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账单分享已经开始了 赶快拿起手机摇一摇 兴致分享李志华的三千七百元的账单金额 幸福账单 欢迎下一位包张人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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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你 你好 你去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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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建良 今年十八岁 在哪上学 在这个以前是海培学校 现在是北京是电响学校 几年级了 九年级了 九年级是相当于我们的初三 初三 初三 对 初三 初三 他们说你性格特别好 谢谢 谢谢 我性格一直很好 我这是在交朋友 纯交朋友 你有点北京小孩那个贫劲 就那劲 咱俩有一拼 行 咱到时候咱可以 咱完了以后咱跟胡说加个微信 对 是吧 没毛了 上来就加个微信 您这么不客气 挺会聊天啊 好可爱啊 是不是周围人都特别喜欢你 还行 我怎么觉得跟我们同学聊天 是这感觉 对啊 这口音特亲切是不是 拿我当你们同学是挺好的 你是哪大院的 你知道吗 哪活头的 海淀 周围 周围 我也是海淀的 我现在也住中安村 对了 我记得在 就咱们那个春晚见过 是吧 见过她是吧 不是真人 但我现在是电视上看见过 对 那你觉得她是在电视上好看 还是现场看的好看 你觉得 你是电视里白还是真人白 我说白 你出去 我说白 我觉得这个就是有可能是不一样 因为化妆嘛 这个肯定是不一样 我觉得你啥都懂 谢谢 你啥都懂兄弟 不清楚 真的 我听说你会才艺 你有特长是吧 你会打鼓是不是 打鼓 你怎么就学着打鼓了呢 就是哎呀 咱们也不行啊 这唱 吹 咱们不行 没那气 咱们气不行 打鼓这也是锻炼身体嘛 锻炼身体 你当你体力运动在干什么 对 挺好 今儿是你自个儿来的 还是爸妈也陪着来的 都一块儿来的 都一块儿来的 挺好 那我能跟叔叔阿姨聊聊吗 聊聊吧 聊聊吧 来吧 你好 你好 您在边上可乐呵了吧 我们这都够贫的是不是 叔叔 我听说他学架子鼓 还是您一定得让他学 为啥呀 是为啥呢 必须的 因为像他这种孩子吧 他属于智力障碍 属于三级 就是比较重的 他自己知道吧 知道 知道 我们跟没事是吧 是吗 我觉得是这样 首先它是什么 咱就是什么 是 别有这种心态 然后第二点 是什么不是什么 通过我的努力 我超出我这个范子 对 我觉得这个才是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不是把孩子关在家里头 你不让他出门 不让他说呀 反而对他发育不好 对 所以说呢 我就让他学架子鼓 他也愿意写 断了身体吗 学起来 容易吗 特累 特累不容易 非常费地 浑身都是汗 你看我们最近练一首歌吧 大概我们一首歌 大概要练半年左右 因为每一个小节都要扣 够辛苦了 我跟你说啊 这是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一和四是重音 来试试 你备 七 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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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想按专业的动作 很严格 不让他去玩 我就让他就是很严格的 特枯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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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任何 不论是乐器 体育运动 都是这样 练习的时候都非常枯燥 对 但是你有那个目标 你心里就有那个光 对 跟着他走 是吧 但是他小时候 我听说他是一观一观的生死观 这么过来的 对 保下这个孩子不容易 是的 俊良他是靠电量 然后活着的这样一个生命 也就是说他现在是终生起搏器的携带者 他出生一个月的时候 查出极重度的这样先行病 当时医院都告诉我们 需要我们 建议我们放弃 当时听到这个消息 我们真的犹如晴天霹雳一样 所以他从小到大真是命运多舛 然后经历了很多很多 刻骨铭心的这种经历 比如说在ICU里面 我们做了开凶手术之后 在重症监护室里 待了66天才脱离危险 但是我们得到的消息是 这个孩子的心率 永远无法恢复 需要终生依赖起搏器 从小到大到现在 已经换了四块起搏器 他的一生不知道要做多少次手术 但是他是这样的一个身体 所以我们就想 随着身体慢慢康复 是不是会好一些 所以就让他上普小 跟着我一起 上到三年级 怎么也上不下去了 您是老师吗 对 您是在小学老师 新女老师 真棒 我让他跟着我 但是真的 学习任务越来越重 他的身体 又是这样的一个底子 所以我们就想 给他换一所学校 然后换一个相对宽松的学校 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就开始变得开朗起来 然后自从在这个建祥学校 遇到了张老师 带着他喜欢上架子鼓 开始慢慢地去演出 慢慢地树立起了自信 慢慢地就 就这样走上了音乐的这条道路 哎呀 其实 您在说的过程当中 我一直在看孩子 一般来说 我普通孩子啊 这时候 妈还爸没激动之前 自己已经泪眼婆娑了 我怎么这么惨呢 我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要控制这个厂力的 对 你要控制厂力 对 而且还要 最主要的就是收视率 咱们要 哎呦喂 你还替我们收视率担心呢 你也考虑收视率 我的天哪 这嘉宾太好了这个 他活得特别珍惜 对 所以我们 其实我们家特别高兴 你让人一看 好像我们家 哎呀 要是一看 看资料的话 得苦成什么样了 是吧 那我们俩我们家乐成什么样 我们家真的 从早上起来 只要他一行 就嘎嘎的乐 嘎嘎的乐 挺好 挺好 我觉得那幽默感都有 兄弟 我想问一下 你长大想干嘛 当明星 喜剧明星吗 好 明星之梦嘛 想到明星上全国人 一拍肩膀说 这不是那个 幸福上带陈志良嘛 要先认识我嘛 先认识你 然后呢 然后呢 再找个地儿聊聊天 说说话什么的 他想当明星的原因 就是想找人聊聊天 说说话 交朋友 多个朋友 有多条路 对 也没有特别功利吧 想挣钱吗 这钱呢 你老提他呀 这个龙老得垫去 你要不提他 这还没什么事 所以咱们就 明白 不提钱 然后还有那句话叫 提钱商感情 好 好 其实你别说他不明白 这孩子全明白 而且我也很欣赏你的金钱观 好 名利观 好孩子 挺好的 如果你要是为了多交朋友 然后真的能看淡 所谓的名利全情 那你真是个活明白的人 今天一家三口来到这儿 告诉我你的账单是啥 我账单是专业的音响 专业的设备 那个这个时候你可以提点钱 多少钱 偏提钱 提钱 提钱商感情 先不提钱 160秒的挑战时间 再去圈一下账单金额吧 多少钱来点 提钱商感情的 该提钱的时候还得提 一万一 一万一 来吧 宝贝 加油 陈俊良真是一个开心的小伙子 闯关了 当然要爸爸来了 爸爸加油了 来 俊良给爸爸加油 听我们的口令 三 二 一 开始 来 爸爸加油 闯过去 开始了 来吧 开始 一鼓作械 速度越快越好 来吧 老爸 儿子在看着你呢 放弃了 是吧 老爸 非常遗憾地宣布 陈俊良的账单取消 好了 第一次进行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账单分享已经开始了 赶快拿起手机摇一摇 就可以分享陈俊良的 一万一千元的账单金 欣赴账单欢迎下一位抱账额 好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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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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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一下你是谁 大家好 我叫刘欣霞 来自于山东雷仪 我是一个卖水泥的 你是每天 每天都是重复了一个工作 就是我们家经营十几年的一个水泥 还有钢筋 就是家里盖房的那种 卖水泥钢筋的那种 那你一个女孩在那干嘛呀 你算账呗 什么卖水泥呢 没有 干活 干小活 什么体会 装水泥或者是拔钢筋 我的天哪 什么叫装水泥拔房间 就是往车上装水泥 对 一袋的多少 对对对 一百斤一袋 一百斤一袋 对对对 就是相当于把她扛起来了 一百袋 她现在可能得一袋半了 最多一袋多一点 就一袋 还不到底 要不然你腰腰 来 帮我去一点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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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天 起来的太快 就像龙泉 不离不开 暴风却来不及头 我不能再想 我不能再想 你别害怕 这说抱就抱起来了 她不是怕你抱她 她是怕你当水泥一样 一会儿给扔大车上 你知道吧 习惯了 啪 直接上火了 我本你抱她 你也不问我多沉 你多沉 一百六十五 要不然你先挑战她吧 你多沉 你多沉 我一百四十五 你俩没看见 你俩没看见 是这样的 你说干嘛挑战她 姑娘说 咋咋 没把我看在眼里 先来她 可以 可以 太轻松了吧 一百六十五 你怎么样 你确定要挑战一百六十五吗 你被人公主抱过吗 没有 你这变成 我是不是蹦上去那种 马上蹦那种 是吧 你行不行啊 快走 你肯定要让我死 你干不滴 于是 你自己的 你身边的 快 impose 不晓妮 我万能 就在美女开玩了 不糟 我为名言 不断 我为你 我为你 你开玩笑 你快乐 不断 我为你 转圈圈那个感觉 特别把她来一次了好不好 其实 不行了 其实我从一侧面就知道 这妹妹每天干的体力活 太不容易了 现在还干吗 干 就是干了少一点了 你觉得你干不动了以后 怎么办呢 有没有想过 对啊 这个吧 我就是特别喜欢唱歌 就是 就是想接点外快啊 就是唱歌 然后要比那个 面水尼轻松一点 你真是石城的山东丫头 真是 那你今天的账单是啥 买一个空调 四千二 给谁的 给我婆婆的 来 加油 我带赵给你 六十秒倒计时准备 三 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一生 当你光辉 照我随 当你光辉 照我随 这边就是没有挑战时间 再次求人家账单金额是 空调 4200元 4200给婆婆的空调 选海信空调为幸福买单 如果你挑战成功的话 将会获得由海信舒适变频空调 提供的幸福基金 如果失败了也会获得由 海信舒适变频空调 提供的幸福礼品 快跑 来吧 加油 好 这些仿官 看看你表现如何 用我的口令 三 二 一 开始 加油了 新霞 好了 非常遗憾地宣布 刘新霞的账单取消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账单分享已经开始了 赶快拿起手机摇一摇 就可以分享刘新霞的 4200元的账单金额 幸福账单专属作家 由吉利远景家族提供 人生第一步 幸福不止步 幸福账单为你买单 本节目由富方阿娇江江 独家冠名播出 富方阿娇江江气血双骨 三十九年 品质保障 让我们欢迎下一位抱账人 我要 这铁棒又如何 我要 这变化又如何 还是不安 还是低潮 尽固当头 欲说缓尽 你好 你是谁 你是谁 大家好 我叫程程 来自日照 我现在的职业是一名港口的协警 是不是特别忙 你们的工作 对 比较繁忙 可能我们港口的协警 跟就是社会上您看到的那些还有 就交通的协警还不大一样 对 还不大一样 你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因为我们主要是上路调流 还有出一些治安的接触警 然后还要去辅助一些民警 去处理一些交通事故 就是种类比较多 那有点吗 就是上班的点和下班的点 上班的点最少的话 我们是值班的话是48 就是每一次值班的话 最少是48个小时 连续啊 连续的48个小时 最多的话可能到84个小时吧 就连续的84个小时 回不了家了呀 对 所以说对家里的照顾 几乎说是没有吧 几乎说是没有 你成家了吗 成家了 我现在女儿都两岁半了 然后肚子里的老二爷 马上就要出生了 二胎爸爸 对 两个月 今天老婆是陪着你来的 还是你自个儿来的 我老婆陪着我来的 我怎么看 对 我在那看见有一个 我爷爷爷看见了 来来来 主持人好 你好 你好 平时她特别忙 挺忙的 反正一周有时候 三四天连续都见不到她 见不到她 那家里有点事啥的 对啊 你孩子不还小呢吗 一般就是自己解决 自己解决成为习惯了 真的是成为习惯了 人家都说为母则刚 就是以前挺坚强 现在比之前还要坚强 你像我们家现在 通过暖气片 通过下水道 换个那个太阳能 都是她去干 这还好 因为在我们家 这活也是我干 但是有一个事 我觉得我自己不够坚强 就是我生病的时候 如果身边没有先生陪伴的话 我自己会觉得挺委屈的 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时候 我大部分时间她都不在身边 生孩子的时候呢 生孩子的时候 因为当时我是回我父母家那边去 带产的 回家做产检 然后她正好上班嘛 我就自己回家产检 结果产检做完以后 人家说养水太少了 要提前抛妇产 所以我就 进了手术师以后 她才回来的 我不大懂啊 你们协颈没有产假一说吗 我还以为她不会那么快生产 所以说没有去请产假还 你真的这么忙啊 因为你刚才说你在做协颈工作 而且是在港口 在我印象当中 港口都是打卡车 对 打吊车 各种集装箱 你去指挥这些东西 或者是出现一些问题的话 你去引导的时候 你自己会不会有工作上的危险 危险是肯定会有危险的 因为港口的话 它主要就是打了油罐车 对呀 半挂车 刚开始去那个港口工作的时候 还不是很有经验 比如说大车倒车的话 它是完全盲区是看不见的 盲区 它可没有倒车雷达什么的 对对对 而且没有那个倒车视频监控什么的 没有那个 有一次我第一次还是第二次出警的时候 就是因为大车出现交通事故以后 可就一堵就一片 对 掉头很难掉 是 然后就去调流 两个大车站到中间 就跟后面那个大车司机在说 我说你掉头往回走 是吧 然后前面那个车我就没看见 它就往后倒 哎呀呀 后面那个大车司机一直当当按喇叭 他直直前面都一看 啊 赶紧就跑出来 所以说还是要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的 对 为什么嘱咐你这个 现在有两个宝贝了 对对对对 这个你平时也许 没有办法日日夜夜陪在 娘儿几个的身旁 但是你是这个家的天 对 你万一出点什么事 这娘儿三一点主意都没了 所以一定要替这娘儿三阿姨 一定要保重好自己 好不好 好的好的 我们两个在一块十年的时间 就是有时候自己觉着 哎呀 结婚那么长时间了 就感觉爱情嘛 就可能觉得 就到了一种习惯的程度 亲人 亲人的程度 可能就没有那种 花心思去 为她去做一些惊喜的东西 我记得我做过一件事 就是惊喜的事情 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 那时候她还不是我女朋友 我给她买了一只烤鸭 大冬天的早上我揣怀里 你买了一只烤鸭揣怀里 对 这太浪漫了 早上几点六点多吧 到她宿舍楼下 我就吆喝 风薇 风薇 下来 她把烤鸭给她 当时没想着 这是一件浪漫的事情 这挺浪漫的 然后就一个鸭子就没了 就是一只烤鸭 追到手 就奠定了 就是我在她心目当中的地位 烤熟的鸭子她飞不了了 对 一直奠定到结婚 后来很多年 我没有去做过一些 就是特别让她 惊喜的事情 感动的事情 现在你让我回想一下 十年了没有 真的啊 真的没有过 那你就今天呗 所以说我临来之前 我还是做了一件 做了点准备 事情 我结婚的时候 我是一无所有 没钱 没房 没车 但是我爱人跟我说 你不要考虑那么多 她说我看重的是你这个人 然后到现在那句话 一直营绕在我的脑子里 一直这么多年了 我希望在这个舞台上 能够当着全国观众的面 把这个戒指 成为钻戒 真正的钻戒 带到你的手上 太好了 来 老婆 十年了 我们在一起十年 我 谢谢你的陪伴 你的付出 让我们的家 变得温馨 我们的宝宝 你带得那么好 我工作太忙 没有时间去照顾她 而且我也很少去反思一些 自己做得不对的地方 其实我心里知道 你做受我错 这么些年了 从来没有去为你做过什么 现在我记着你那句话 老婆 生活需要仪式感 不是所有人天生都会浪漫的 我会学 往后余生都是你 老婆 我爱你 往后余生 空却是你 平淡是你 亲密也是你 哇 好感动啊 哦 抱一抱 哦 冲个暖气面 冲个下水道 换个那个太阳能 都是她去感 为母则刚 就是以前挺坚强 现在比之前还要坚强 你的付出 让我们的家 变得温馨 往后一生都是你 老婆 我爱你 要情绪稳定 别动得太急 没有 我觉得这时候 孩子一定跟着高兴 对 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就是父母的恩爱 就是父母的白头到老 我其实特别赞成你说的话 生活是需要仪式感的 继烤鸭之后 第二次浪漫的 往后余生都是你 他把自己打一包送给你 这是他的浪漫的 特别棒 唱歌唱得好 人正直 很勤奋 这就是上天给我们 最好的礼物 对 来吧 谢谢 我台留给你 来 60秒倒计时准备 3 2 有一份难言的感动 用所有无情绪融合 我 何必再无畏的思索 这世界有什么好值得 如果没有你 呼吸气 我苻准备到天 我应该感动 我永远 当我离水行着 你猜我左右 推着我走 一百七十秒的挑战时间 非常不错 加油 好不好 再次确认一下账单金额吧 二宝马上就要出生了嘛 一个稍微大一点的一个育儿床 五千三百元 五千三百元给孩子买的育儿床 好的 来吧 加油 来吧 加油 在现场带给大家非常多浪漫感受的 程程相接受挑战了 你要加油了 来 三 二 一 挑战开始 一百七秒的挑战 可以 也看得出来是一特别坚定的 在这些小伙伴 加油 很累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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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这一关怎么样 好 使劲 我的天哪 漂亮 对的 用好你的双臂力量 就有可能获得成功 加油 漂亮第四关 呼吸云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漂亮一些 全按钮 恭喜你来 再一次重复一下自己的账单 是什么 一个5300元的 来 育儿床 好 5300元给自己家老二的育儿床 对不对 那我高兴地告诉你 5300元的育儿床 我们给你爆了 来 一块喊出节目口号 幸福账单为你买单 幸福账单 欢迎下一位抱账单 欢迎下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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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岁 我倒想问问 真的我们看过很多 特别是东北来的朋友 对 很多赚手件的 有大的小的 对 赚着赚着出火花的 我真是第一次 您的这些创意 是怎么来的呢 是怎么想到的 我创意啊 我开始做这个小手卷 就是香港回归的时候 我做了1米60的 含义是一帆风顺 香港回归我们中国怀抱 那么呢 我根据咱们那个国家 有四喜临门 我做了2米40的大手卷 就是这个 2米象征了新世界 那么四喜呢 就是身本奥运 加入世贸 iPad会在上海召开 在最好的一起 就是中国足球 踢球亚洲走向世界 02年是9年 就是9年 就9年 发明这个大手卷 那么2008年呢 我国这个举办那个 奥运会 所以说呢 我就根据这个创意呢 我又来了灵感 做了2米88.8的 这个大手卷 含义是呢 2008年8月8号 然后奥运在北京召开 就这个含义 都有假 是啊 我的手卷跟别人不同 我的手卷啊 可以高抛 远抛 定位抛 抛出去可以让它回来 用脚接再打出去 得嘞 那给我们上个小手卷 来 这叫高抛卷 接下来来个远抛卷 来 三 二 一 走 这叫高抛卷 在哪儿啊 再来一个 来 这一手卷 飞到七七号 这手卷 那定点抛行不行 好 可以 给我扔回来 来 远一点行不行 行行行 兄弟你站这儿 最远的 来 那个高抛姑娘 来 三二一 走 可以啊 听说你不看都可以抛 对对对对 盲抛 什么叫盲抛 就是我不看对方 背对卡那边卡的肌肉 你不信 来试试 这回你选一个 你自己选 你竟然是盲抛 这位美女吧 一间发的那个妹妹 背对着啊 小心啊 周围姑娘都小心啊 小心 可以啊 漂亮 下个苦功夫 这边 这边 这边有一股那种 不服输的劲儿 你要练成一个事儿 一定要有这样的精神 在走不动的时候 再走两步 真的 不论对艺术还是生活 谢谢 来吧 告诉我你的账单是什么 我账单是 带我爱人去 我账单是 旅游 我呢 订单是 六千八百元的 旅行的 旅游费用 对对 加油 谢谢 六十秒到计时准备 三 二 在那太阳 升起的地方 升起的地方 有一个古老的民族 他的名字叫中国 我不是六个儿女 创造他不朽留意惑 五千年的文明 不屑他灿烂的乐章 那种花 我的种花 你是我生命的根 你是我古老的气 无论何时 何时何地 我永远我家 永远 越重花 一百五十秒的挑战时间 带老婆去旅行 加油奔跑好不好 好 再次签一下张天金额 多少钱来着 六千八百元 六千八百元旅行的费用 因为您已经六十五岁了 对 就按我们一般的说法 已经是老年人了 让我女儿来替我挑战 姑娘 这是咱家姑娘是吧 是 来 那请你替父亲前去挑战 好 加油 请播入挑战区 加油 加油 刘树斌大哥的手绢 舞得漂亮 来吧 这些闯官 他派出的是自己的女儿 给我的口令 三 二 一 开始 来吧 加油 好 非常遗憾地宣布 刘树斌的账单取消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账单分享已经开始了 赶快拿起手机摇一摇 就可以分享刘树斌的 六千八百元的账单金额 幸福账单 欢迎下一位保障人 吗 这么快 拥了 我就完成自己 照顾 这枸子 那么快 Sac 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疆大盘鸡手抓饭都大盘大碗 我 你把口水收一下 你把口水收一下 你别说到吃你就这样好不好 不是 你说你们苏州来的 我就想是不是带个酒量来了 然后糯米鸡 对不对 对对对 面条 黄鱼 可惜都没带 你怎么这么气人 那你带什么呢 带了一些我们新疆的特色糕点 真的 那也好啊 因为新疆菜确实很难从苏州运到北京来 没错 来吧 来吧 我们看一看 给我们介绍一下 给我们介绍一下 那是巴哈拉瓦 这是属于切糕的一种 它是南疆的那种马鸻糖 这个特别好 据说常吃这个可以长寿 南疆的长寿老人经常吃 是 但是其实这里面我这么一看 你看这个就是 盘子都很新疆风格是吧 那个 我最爱吃的是这个 我也喜欢吃这个 那我也吃一个 你先吃一吃 吃个这个好不好 这叫酸奶疙瘩 对对对 这是奶酪的一种是吧 对 这个是鲜的 好脆厚的味道 好脆哦 这个超好吃这个 超好吃 难怪你爱吃这个 真好吃哦 你知道你是学舞蹈的 你爸是开餐馆的 你不怕胖吗 是啊 他妈妈天天让他减肥 但是他在我这 我有点不忍心 但是增一只眼鼻 这个 这个作为舞蹈演员 一生的功课就是跟美食做动争 你知道吗 多运动运动就好了 这么大孩子长个的时候 现在不要特别控制他的饮食 等他真的长成了 他有舞台的梦想 他自己就会控制了 还不知道那天什么时候 一定马上就来了 对啊 那今天这个妇女俩 带来这么多新疆的糕点 又带来了什么账单呢 给我们说说啊 一千八百元的新疆舞符一套 新疆舞符 对 他最拿手的是新疆舞 真的啊 太好了 太好了 谢谢你的酸奶哥打 吃光吃光 吃光 那大家 大家伙生呗 姐妹们分一分啊 来来来来 好的 谢谢你把舞台交给好的孩子 好不好 六十秒到计时准备 三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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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快到我快到你 至少的你 我快到你 你 我快到你 你扶著你 我的眼睛 你扶著我 你扶著你 一百七十秒的挑战时间 老爸去替你跑 是不是 必须的 好的 再去一下赚单金额吧 多少钱 一千八百元的新疆五福一套 新疆五福一千八 好 先海信空调为幸福买单 如果你挑战成功的话 坚会获得有海信舒适变频 公调提供的幸福基金 如果失败了 也会获得有海信舒适变频 公调提供的幸福礼品 加油了 加油了 来 好 我们的小雅如的爸爸 已经站在了挑战的关口 虽然是饭店老板 但是身体保持得还不错 加油 来 三 二 一 挑战开始 可以 这速度太棒了 不愧是咱们新疆伊犁的汉堡 可以 来 漂亮 漂亮 上 可以的 加油 把柱坠坠了 看这个臂力 我的天我都觉得我们游戏障碍在颤抖 来 相信能够成功 加油 好的 第四关 那么能不能创造奇迹 加油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假如 没事没事 不要遗憾 爸爸已经非常非常棒了 中间产生了一点点小迟疑 就是因为这点迟疑导致最后挑战 只能失败 账单取消了 各位 接下来账单分享时刻 一千八百元的账单 拿出你的手机 参与我们的遥遥活动 可能就属于电视机前的您了 您在等什么呢 赶紧一起 摇写 赶紧一起 幸福赵单 欢迎下一位抱赵人 赶紧一起 我出的月来 给自己看 哭了算些却也想 傻也挡不到咱 只要你的戏中 有情有爱 天也浪 地也宽 大股再来心也甜 天也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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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你 谢谢 认识一下你是谁 大家好 我叫贺建红 我来自山西省旅梁市中阳县武家庄镇庄头村 你是做什么的 我现在就是跟着爸妈妈一起卖碗团 碗团 卖什么 碗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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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知道麻团 碗团不知道 碗团 没见过 没见过 你今天带着 带来了 来 让我看看 好 就这个碗团 成品是这样的 这是碗团 这是加工程了 对 这碗团怎么做的 就是桥面和咱们水还有盐 适量地活在一起蒸出来 好吃吗 好吃吗 好筋道 是吗 味道好像没醋厚 吃起来口感像什么 像什么 它是香的 对 像吃肉一样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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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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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吃 这个 除了这个碗团 咱那还有啥美食 还有 就是这个油面 油面村是吧 油面村 油面村有那个 特别有意思的 各种形状的油面 我儿子最喜欢吃 那个小黄鱼的那种 小油面鱼 还有那个黄帮长条 圆圆的那个还有 对对 你看看 山西的面是好吃的 对啊 你吃半年 不带同样的在那儿 真的 这是怎么做出来的 搓成这样 圆锥形 对 圆锥形 然后两个指头 一直往上碾 这是我们山西 每天晚上避饰的东西 像羊角 对对对 这叫什么 这个叫油面核桃皮 它花花的像核桃嘛 你教它一下 你看啊 这个好难啊 这个其实一般人 真的是它 它得有这个技术含量 你看 你看我那些打印 这还行 先先挺好 这儿不要用得太大 轻轻的 对 看 但这是亲手 对 油面 轻轻的 轻轻的推它力道 小核桃皮 哎呀 挺好 挺好 是个意思吗 来来 您来 拿这个 好 这个 这是您做的 来 算了 我增个馒头 所以你就是靠 这个各种各样的面食 碗团 现在在工作 是吧 对对对 明白了 我和我妈妈们 我爸爸们 就是早上坐下了 我爸爸骑着 电动三轮车 去各个小区 门口去卖 就是生意好的时候 一天卖个 三百块钱 也是辛苦钱 还是 还行 那个天气不好了 就二百块钱 也挺好 但是我们挺自主 这山西的姑娘 带着碗团 来到幸福账单 你是要报一张 什么样的账单呢 我呢 就是 其实呢 我们这一家的 这个生活 我老公 这个也功不可没 我老公呢 他以前是一个 就是英语爱好者 他是钢琴老师 我呢 就想给他说 今天来了 报一个这个 电子情 明白了 好的 先把我来交给你 来吧 六十秒倒计时准备 三 二 九十秒倒计时准备 有那个生气的一旁走去 爱 爱 爱 您好 第150分的可战时间加油 好 再次确认一下账单金额吧 多少钱来这儿 三千五百块钱 三千五百元给先生买的电子琴 加油 加油 来吧 谢谢 贺建宏 感谢你给我们带来的家乡的美食 谢谢 来继续的仿官加油了 从我的口令 三 二 一 开始 欢迎 好 非常遗憾地宣布贺建宏的账单取消 观众朋友们 现在账单分享已经开始了 赶快拿起手机摇一摇 就可以分享贺建宏的三千五百元的账单金额 幸福账单欢迎下一位抱账人 来自有的是 懂得吃苦净的我 下宁愿 我 你也会想生嘉宾 我 左人hello 字幕上uck 我 赶快 rosor 你赶快让你去对他 那是什么оче祟号 全世界 收到账全世界 双乐 就快抓到了尘荡 自穿了胸膛 依然还有个新歌的发放 谁也无法阻挡 你们好 二位好 来 试一下 大家好 我是来自苏州张家港 港区小学的王思泽华 我今年十一岁了 大家好 我叫王俊 我来自江苏张家港 我今年三十六岁 我是他的老师 他是我的老爸 既是老师也是老爸 既是老师又是老爸 老爸教你什么 唱歌 你是声乐老师 是的 我是声乐老师 我们说一字而交 教自己的孩子 他会听话吗 对啊 会听你的吗 他很听话 真的啊 基本上一个眼神 就能达到我的目的 你的眼神很犀利是吗 你教自己的孩子 会有一些什么特殊的方法吗 对啊 我平常在家里有专严 怎么样去跟别人不一样的去教孩子 嗯 然后我就拿我自己的孩子当作试点 像他平常吃完饭 我们古人说不能敲碗筷那些 对 不让 我是随便他敲 可以敲 在饭桌上吗 对对对 可以敲你随便敲 然后只要你能敲出像样的节奏 我是很赞成的 哦 对 要敲出美感来 我们现场敲一敲我们吃 来 上锅碗瓢盆 好 来 这是市场上一些 就是随便的锅碗瓢盆 是吧 对对对 他手上就是擀面杖 啊 你们家的擀面杖是这样的 有这样的 还有冰河 冰河 锅盖 嗯 这个是真理 真包子的真理 那么我们 试试看 我们一起唱首歌给他敲一下 怎么样 好来 好 都耳熟能详的中国人 好吧 好 来 来 三二一 五七年多风和雨鸭 闯了多少梦 黄色的脸 黑色的眼 不便是笑容 八千里三庄 何愿像是一首歌 无论你来自何方 将去向何处 好 我第一次看到有人用这个打出架子鼓的感觉 对 完全是架子鼓的感觉 是的 这个孩子以后是想往打击乐上发展 是吗 架子鼓也正在学习 正在学习 对 正在学习 然后现在还学了作词 他这么小 写词 他作词应该说比我厉害 我跟他平常的对话也都 很多都是说唱的方式 我看到他会讲 大儿子这样子跟他说话 儿子你今天回家了 学校的作业做完了吗 对对对 谢谢这个意思 他什么都感兴趣 我叫他唱歌的时候 他会说 爸爸我看了很多MV 我特别羡慕 你能不能帮我也拍一张 他是导演还是演员 后期剪辑 录音的时候 拍摄的时候角度啊 场景啊 他都会有自己的想法 在剪辑的时候 他会跟我讲 哎 停吧嘛 这里我觉得应该用这个镜头 比较好一点 剪一下试一下 后来成品做出来以后 我感觉还真的非常不错 其实他们这个年龄 有他们这个年龄的 自己独特的角度 过了这个年龄 可能这个角度 又会有发生一些变化 现在有一些小学 他的毕业作品 就是微电影 都是孩子们自编自演自导 然后自己创作 自己配乐 就大家齐心协力去完成一件事情 这个也是 就是现在这么大的孩子做的事情 是的 那今天等于是父子俩 来到我们的现场 孩子有这样的才华 有这样的想法 你有带来什么样的一张账单 一个云台口袋相机 这样子两千五百元 行 来吧 那加油吧 我带交给父子 好的 六十秒倒计时准备 三 二 我要像梦里一样困扰 像大力一样宽容 在这天空一样坚弱 在这天空一样坚弱 天亮是明日光芒 我要像梦一样自由 像天空一样坚强 在这驱逐蜿蜒的路上 原谅生命的光芒 一百七十秒的挑战时间 加油 好不好 再次劝一下张南金额 两千五百元的云台可带相机 两千五百元的云台可带相机 来吧 来吧 加油 请步入挑战区 非常可爱的泽华的爸爸 将来接受挑战了 这是老王 这就是老王 加油 老王 来 三 二 一 挑战开始 一百七十秒的挑战时间 加油 好不好 再次劝一下张南金额 两千五百元的云台可带相机 两千五百元的云台可带相机 来吧 来吧 加油 好不好 加油了 请步入挑战区 非常可爱的泽华的爸爸 将来接受挑战了 这是老王 这就是老王 加油 老王 来 三 二 一 挑战开始 没办法 账单只能取消了 各位 接下来账单分享时刻两千五百元的账单 拿出你的手机参与我们的摇摇活动 可能就属于电视机器的您了 还在等什么呢 赶紧一起摇起来吧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看完我们的账单故事和游戏 您是不是也想报教您手中的账单 分享属于您自己的故事呢 没错 人人都有账单 人人都有机会 赶快带上您的账单来加入我们 我们在这儿等着为您买单 电视机器的观众朋友们 如果你希望获得更多的央视综艺动态资讯 别忘了可以关注央视综艺官方微博 以及微信公众号 就可以和我们的现场进行互动 还是那句话 幸福账单 为你买单 我们下期再见 大哥 我给您倒别水吧 别上火了 小懵挺的妹妹啊 居然也放了白雪冰 哎呀 我和我的祖国 一刻也不能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